据报道,美国陆军正在研发一种能够发射攻击无人机,远程反坦克导弹,以及50毫米火炮,并拥有可选人员技术的新式战车。 按照计划,2026年作用这种该新式战车,就将被正式部署。 该战车的项目经理吉姆西莫上校说,目前,新式战车的设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尽管很多技术都已经成熟,能将它们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试验。 美国新式部战车该战车项目被称为林克斯,由包括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系统公司,美国雷神以及德国来营金属公司等多家知名公司参与共同建造。 其中,德国来营金属公司,以设计一系列战车而闻名,包括被受关注的金钱豹二号主战坦克和猎豹步兵战车。 金钱豹目前出口的15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智利、丹麦和挪威。 据信,林克斯项目借鉴了猎豹步兵战车的一些先进技术,包括反坦克武器、360度传感器和目标识别技术等方面。 当然,雷神公司和莱银金属公司的开发人员强调,林克斯也采用了许多比猎豹更先进的技术。 德国宝石坦克项目主要负责人哈德三车,先是步兵战车的开发,已经进行了几年,这使得下一代选择性对人战车的设计,制造有了可行的基础。 这种想法只在短时间内加快建造一种既能达到陆军预期要求,又能满足陆军需求的作。 战车量,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意味着军事工业面临着将现成作战系统与先进作战系统结合起来的挑战。 该想法要求在短期内进行生产,但同时也要将装甲车辆作战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雷神公司与莱茵金属,对新型战车的设想,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最近亮相的新一代F-F-41形势力士隐身步兵战车。 莱茵金属抽,F-F-41形势力士隐身步兵战车有多种变体,可改装成包括步兵战车,指挥和控制车,装甲侦察车,修理车以及救护车型。 而我们希望在设计的新式步兵战车,也能有这一特点。 未来新型步战车陆军新一代战车的发展速度,取决于新的主动保护系统,现进的目标场赶器,远程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鉴于目前的技术水平,尽造一种士兵生存率高,同时机动性良好的战车似乎是矛盾的。 因为要保证战车的速度,机动性和灵活步数仅需要较轻的装甲。 因此,要想破解这个矛盾,就必须发展更新的复合材料装甲,以及用已识别敌方威胁的远程,高保证,支持人工智能的传感器。 美国陆军发言人希尔默近日称,装甲下的体积对车辆的大小和重量很重要。 我们最终将使用50毫米的机炮,但可能先搭载35毫米的机炮。 这是新式战车的细节,首次被正式披露。 陶氏反坦克导弹希尔默还提到,新型的远程陶氏反坦克导弹,将装配置新式战车,用。 以在安全范围内摧毁敌人的武装车辆。 同时,这种新型导弹,很有可能配置更新的,更多样的爆炸装置,从而摧毁敌防坦克,装甲车辆以及步兵部队,其杀伤力远超过现有的武器。 雷神公司的开发者乘,新式步兵战车装备了改良的陶氏反坦克导弹,该导弹配置了一种先进的推进系统,和可以从更远的距离追踪,并摧毁敌防装甲车的远程武器。 胶狼无人机系统 美国雷神还开发了一种成为胶狼的无人机系统,从炮塔发射的胶狼无人机,将用于情报,监视与侦察,电子战和直接攻击任务。 胶狼也可以用作消耗性炸药,或用于攻击飞失线目标的制导攻击无人机。 来因件数一直在与美国陆军合作研究胶狼无人机系统,并试图找出一种反无人机武器的方法。 新战车包括它在可护坏炮塔,配置完成各种级别任务的武器,并在必要时增加传感器或攻击无人机。 防空能力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军队在有敌人直升机、高套、无人机或飞机威胁的地区作战,战车将配备防空导弹。 如独次或地域或导弹。 据美国地面作战系统项目执行长官布莱恩卡明斯少将车,其中一些技术,不仅仅用于下一代战车项目,其创新不会就此停止。 现在,我们正试图让布拉德利的升级替代品,成为第一辆可选有人战斗车辆。 俄罗斯阿玛塔主战坦克当然,美。 国陆军心步兵战车的大规模提速有很多原因。 但战车制造商毫不犹豫地,将俄罗斯在东欧的威胁力为原因之一。 希尔默表示,我们需要确保能够向东欧提供军事威胁力量。 但是在东欧,俄罗斯军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火炮密度,这着实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但是希尔默并不认为,俄罗斯最新型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是一个担忧项。 他认为,即使战场上没有T14阿玛塔主战坦克,所有这些新技术都是必要的。 有一个担忧会有的关系。 我只是有很多大规模,如果是有任何码启应该利用的码担担, 就是需要用给我们的码启应该利用。 我们的码关系总比多数《爱若那 inclus战》的开装。 所以,aden码关系总比多数码启应该利用微卺炮的原因。 评论多数码关系总比一非常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